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的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小片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 由澳门半岛 荡载岛和陆环岛组成 在总面积为2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了50余万人 这也是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其著名的纺织品 玩具 旅游业 酒店和娱乐场 使得澳门长盛不衰 这也让本身土地资源有限的澳门 更称得上是寸土寸金 诸澳部队进驻出席 因为没有营区 临时安置在对于澳门闹市区的农城大厦 在这样一个有限且狭窄的空间里 驻军官兵如何展开军事训练 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样呢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 这个嘉宾呢 来自驻澳部队珠海基地教导队的 徐伟队长 欢迎 那么这一位呢 是来自驻澳部队魔不一连的副连长 王晋复 欢迎 好的 徐队长 那是您是第一批进驻澳门的 我非常想知道龙城大厦 您肯定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是的 我先后两次进驻龙城大厦 第一次进驻龙城大厦的时候 我是在庄部一连当牌长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 我是在庄部一连当林长 那么在龙城大厦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两种感觉 一个就是空间非常的狭小 第二个呢就是高度的缺氧 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我们一个林队将近一百多号人 同时生活在一层楼里 要进行工作 生活 训练 这种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呢 我们只有三件事是我们最喜欢干的 哪三件事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搞体能训练 这是大家这个青年人发泄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那么每当我们搞体能训练的时候 我们整个龙城大厦就是一种沸腾的状态 大家热火朝天 来通过举杠铃啊 弄哑铃啊 跑楼梯啊 这些活动来锻炼身体 还跑楼梯吗 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跑步的这个场地 所以通过跑楼梯来锻炼下肢的力量 第二件事是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喜欢做的 喜欢倒垃圾 我们龙城大厦呢 所有的官兵没有经过部队的手掌的允许 任何人是不能踏出营去半步的 那么只有倒垃圾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踏出龙城大厦 在外边的垃圾池里倒垃圾 通过这个机会就是来看一下澳门是什么样子 同时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第三件事呢 就是抢着站岗 为什么要抢着站岗啊 因为我们到澳门来旅行房屋 最直观的或者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做一个哨兵 那么通过我在站岗放哨 来旅行我的职责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也只有在站岗放哨的时候 可以长时间的看一下外面的车水马龙 看一下外面的霓虹灯 站岗都成了一个美差了 那我想在内地的这些官兵呢 可能也想象不到 大家都觉得你来到中澳部队了 那肯定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实际上根本连半步都踏不出去 没错 你看作为我们澳门人来说哈 我们也经常啊 上班呀下班呀 出去购物啊 都会走过龙城大厦 但是想不到龙城大厦里面居然环境这样艰苦 我们的这些战友们居然这样的可爱 那王连长 我知道呢 您当时好像也是在龙城大厦里面接受训练啊 还有在里面执行您的这个防务工作 是不是 我在龙城大厦里住了一年半时间 回想起龙城大厦的生活 是历历在目 记忆忧心 我当时呢 是在连队担任班长 刚才我们队长已经说了 龙城大厦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这样呢 就给我们的活动受到了很多限制 首先我们的窗帘 每天呢都是拉着的 不打开的 因为我们要在里面生活啊 训练 对 一群大小伙子在里面 是 是吧 是 所以说呢要拉着窗帘 拉着窗帘以后呢 屋里的光线就非常的暗 所以说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 也就开着日光灯在里面生活 官兵啊 都比较白 都比较白 那看样都是五白的是吧 好不 见不到太阳嘛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生活方面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晾衣服 就是晾在我们的洗厨间里面 干得了吗 我们的衣服呢 不是晒干的 也不是晾干的 是用我们用运衣 运衣服那个运斗 去烫干的 怎么说呢 进来进去以后呢 所有的官兵刚进去之后 都不是很适应 因为我们 不对嘛 大部分都是在二十岁左右的 这个年龄转的人啊 进去以后 封闭在一个楼里面 刚进去的感觉就是 整天的 别的脸都是红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战友们 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对他们当时艰苦的条件呢 不是特别了解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呢 来看一看 他们当时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 龙城大厦内 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楼梯和过道 就成了官兵的训练场 在集体宿舍里 每天起床后 床铺就会被收起在一旁 宿舍也成了训练的场所 在澳门回归一周年之际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澳门特区行政会通过了 保留土地 供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澳门部队使用的行政法规草案 确定了澳门半岛和荡载岛的 两途军事用地 无偿拨于解放军驻澳部队 2004年 荡载营区落成 驻澳部队从此 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训练场地 也真正拥有了正常的军营生活 我进了这个营区以后 觉得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营区 你看看 整个环境非常优美 营房也很漂亮 而且我们的战友们的精神面貌 也特别振奋 是的 搬到荡载营区的条件 要比龙城大厦要好上很多 这里边有志士的球场 篮球场 包括游泳池 那么在龙城大厦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提起了荡载营区 我感觉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因为我们林队 是第一支搬到荡载营区的林队 我们进驻的时候 我们整个林队是住在了当时的警察学校 就是当在上面 就是上面的那个 这个小山上面 当时是不是就感觉到很舒服了 一下子也能透气了 当时大家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个 我们呼吸到新兴空气了 我们终于可以天天正常看到太阳了 我们可以听到鸟叫了 最让我们兴奋的 就是第二天 就是8月15中秋节 后来我们想 明镜中秋节了 是不是跟我们战士搞一个插话会 共处赏乐一下 这个意见一提出来 得到了我们全联官命的高度用户 大家一致地通过了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的驻军首长打电话 我说首长 邀请你们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赏乐 我们这可以看到月亮了 不过我们的徐队长 我知道在澳门那边的驻军大厦 只是一栋楼 它好像没有那种操场或者营区 那么我们平时搞这些活动是怎么做的 应该说 驻军大厦的环境 比起荡载营区里还是差了一些 因为他们没有露天的训练场 它只有一个室内的球馆 很多活动只能在一个室内的球馆里进行 你们平时训练也都是在那样一个比较狭小的环境当中 是的 如果是必要的话 可以到荡载营区来组续练 铁离啊 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呢 就是我们机关干部了 对 我们今天特地请来了一位嘉宾 他是政治部的雷宝军干事 那个龙城大厦相比较 现在的条件应该说是非常的好了 设施基本上比较齐全 官边的生活条件呢都比较好 就是我们每天这个训练的时候 哎 有好多东西都是斩不开的 那我们训练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 还是这个继承一些龙城大厦的一些传统 比如说这个跑楼梯啊 嗯 在这个篮球馆里边 大篮球啊 围绕着大厦转圈跑啊 啊等等 我个人总结了一下 就是感觉到这个能晒到阳光 那就是一种奢侈 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观众席 如果是脸白的人 肯定住在铸镜大厦 如果是脸黑的人 绝对是在大宅延区 应该说呢 新的军营呢 可以说为了丰富我们官兵的文化生活和业余活动呢 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是的 提起我们军营的文化呢 我想最多的 开展最丰富的 也就是篮球运动了 那么我们 我们驻军呢 尤其在新营区落庆以后呢 组进了室内的篮球馆 我们大宅营区也有两个 标准比较高的篮球场 那么我们也拥有了一支 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篮球队伍 而且呢 我们整个住军最近 还组进了篮球宝贝 篮球小子 哦 我知道了 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现场的战友们 观看一段篮球宝贝和篮球小子的表演 好 我们掌声有请 欢迎订阅 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两位嘉宾 这些篮球宝贝也好啊 还是篮球小子也好 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战友呢 是的 这两支队伍呢 都是我们自己的战士 自兵自演自导的 应该说 他们在业余的时间呢 利用自己的特长 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娱乐的项目 说到这儿呢 铁李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又要讲故事了 对呀 在我们猪澳部队啊 有一对双胞胎 两人呢 是同时应征入伍 同时呢 被挑到了猪澳部队 同时呢 又当上了班长 本来呢 两个人觉得呢 可以同时进驻澳门的 对那是好事啊 结果呢 一个留在了澳内 一个留在了珠海基地 有点遗憾 对 结果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俩兄弟六年多没有见面了 兄弟俩竟然六年没见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 留下了一张照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不是我们的王副连长吗 这张照片呢 是今年的9月20号那天 我清楚的记得 当时也是进来 参加一次活动 安排我们两个 特地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当时觉得 六年了 真正六年了 没在一起 这么坐在一起 好好的吃顿饭 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我哥帮我加菜 我要忙着帮他去加菜 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好 可是你们兄弟俩都是猪澳部队 那怎么会六年都没有见张一面呢 也不是说没有见过面 他是没有说没有正了八景的去见面 这六年当中呢 我们也是我们部队的大乡活动啊 我们两个也是在碰面 要碰过面 但是呢 在各自的队伍里面呢 有些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的交流 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简单的点头交流一下 大家只好眉目传情一下 只能这样了 所以那张照片就显得特别的珍贵 而且他们这种六年见一次面的这种经历啊 很值得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让我们体会一下 我们主要官兵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今天呢 他的哥哥王进宝呢 也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 下面呢 我们大家来认识一下 你已经到了澳门了 你们会不会见面的机会比以前会多一些 也不会多 因为我弟弟在一连 我在二连 一连和二连呢是两个互相轮换的连队 也就是说 当我在澳门的时候 我弟的连队就在珠海 当我的连队到了珠海以后 我弟的连队就轮换到澳门 我们两个呢就形成了一个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听说您跟您的弟弟啊 好像还有一个共同的约定是吧 是的 我们本来有一个约定就是 毕竟我们是一起出生 一起读书 然后一起入伍 又一起转世官 一起入党 直到后来当上军官 我们还有一个约定就是 一起结婚 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为什么呢 您现在结婚了吗 我已经结婚了 那明白了 弟弟还没有 还没有 那我们的王府连长 你赶快向哥哥看齐才对 把这个约定给实现 我是今年八月底结婚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 我的全部的家人 包括我的亲戚朋友 都回到家里 包括在外面工作的 苏州河南 外地工作的朋友 都回来了 当时唯一缺少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弟弟 那这时候我们要来问一下 我们的王府连长了 为什么哥哥的婚礼 对他一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没有参加啊 当时我哥结婚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呢 我们部队也有任务 当时比较忙 当时下令已经起见 这是我们部队 也是非常重要一个任务 我呢 当时就是不能够 有一个任务嘛 不能去参加这个他的婚礼 但是呢 我是 当天呢 我哥的婚礼的当天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当时呢 在电话里 他半天都没有说话 半天都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半天没有说话呀 因为当时已经哭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就想问一下徐队长了 您是第一批进驻澳门的 也曾经带了很多兵 那么你有没有亲眼目睹过 像这两位兄弟这样感人的故事呢 其实啊 他们兄弟俩的经历呢 也是我们主要官兵的一个缩影 因为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出生了 父亲不能回去看啊 不能待在妻子身边 这个两对年轻的情人不能安妻结婚 等等这些幸福相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的战士呢 我们的官兵啊 把澳门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们应该说是从我的感受啊 包括带兵的过程中 我们都感觉到 他们也是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 那么在在澳门期间 实际上365天 他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 这些媒体来了解澳门 他并不知道澳门外面 到底是种什么形象 所以呢 为了让我们的战士 能更近距离的接近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驻军呢 驻军首长呢 就让我们的战士在退伍之前 在头一天 可以到澳门上 澳门去看一看 看看风景 去购购物 应该说那一天 是我们战士最幸福的一天 他确实感到 我是驻扎在澳门 我是在为澳门履行防务 所以我想呢 这 他们 365天 只有一天 可以 近距离的接近澳门 但是呢 我想他们是无缘无会的 对 我知道呢 在今天在座的各位战士当中呢 有许多 在今年年底呢 即将退伍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有可能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周澳部队 那在澳门旅行防务 他们都有哪些感受呢 那么就请我们的每位战友呢 来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 好的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最后 就让我们的那些猪澳兵 来说说他们的感想 我不会忘记 两年的军营生活 告诉我 我是猪澳兵 我曾经住守在这里 我想用六个字 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就是爱国 爱澳 爱家 虽然没去过澳门 一所三殿 一条街好好逛过 但是 但是这并不影响 我对澳门的感情 在此临近特务之际 我愿 澳门在我们 居澳军人的守护下 社会更加繁衍稳定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明满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每当军车行驶在澳门道路上时 澳门同胞数字非常高 当车与车之间 人与人之间 总是相互礼让 打招呼 从来没有相互 抢车 故意操车的行为 我即将离开这美地的澳门 离开周澳门部队 自己为拥有这样一段经历 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就是在澳门这片 富饶的土地上 我们旅行神圣使命 我们倍感光荣与自豪 虽然年底就要离开部队 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 但我相信 这将是我人生中 一个最值得回忆的美好历程 我想对即将农会的新战友们说 希望他们继续发扬 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在澳门这片土地上 为澳门的经济繁荣稳定 做出了一些更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